好,那么刚才我们讲一下这个绘画,对吧,那么这个绘画它最重要的一个部分呢,就是这个run,这个run你搞清楚了就行了,对吧,它主要是干嘛,运行你的图的一些结构,就是运行一些op,运行好之后,你的结果就有了 那么接下来,我们还要继续去讲一下这个绘画,还有其他的一些相关的,以及其他的一些这个图的一些结构,对吧,那我们来看一下 在这里啊,feed dig的操作呢,它就是在程序执行的时候,你不确定你输入是什么,你提前沾一个坑,对吧,就先提前沾个坑 然后我在运行的时候,我知道这个数据是什么了,那我在实时的提供它 这个用在什么地方,比方说啊,这个数据呢,你从这个文件当中去读,对吧,文件当中去读呢,我可以一次性读一百个数据 但每一次呢,我读一百个数据,我给它去训练,那是不是这样的话,我是可以通过这个placeholder去用吧 对吧,主要是在训练的时候去用啊,这个后面我们会很多的这种应用产品都会去使用placeholder 好,那么这个绘画呢,我们就到此为止了,绘画就没有了 它的这样一个作用,以及它这一些相关的这个run啊等等,就是这些了 那接着我们要讲什么呢,讲粘量 哎,刚才我们提到这几个东西,对吧,op,粘量 还有我们的这个绘画,对吧,这些东西 那这个粘量到底是什么呢,其实它就跟我们南派里面的数据是差不多的 那这提到这样一点,你应该能理解,数据对吧,这里我们又要来 组结,又要来讲一讲那什么,数据啊,矩阵 哎,这一下又来了这个是什么,粘量,粘量这个东西 那么这个粘量,我们在tensor blog当中用一个tensor这样一个类型去替代 那只带的就是你的数据,它把它分装了一个类型了 那这里面的数组啊,我们就在这个地方就特质,就是numpad里面的这些数组了 numpad,那numpad里面对吧,数组都是什么类型啊 是不是n-d-a-r-a-y类型吗,n-d-a-r-e 那数组呢,我们说了,这些已经总结过,简单说一下 有什么,零维,对吧,一维,二维,三维,对吧,等等等等 你维度可以有很多,对吧,你的形状,对吧 你是一张表,还是几张表 那矩阵,我们已经提过了,它就是什么,必须是二维,对吧 这个我一再强调,因为我们用的最多的 在tuncevlog当中,我们自己去运算的时候,用的最多的就是矩阵操作 那二维的这样一个东西 那这个张量到底是什么呢 其实啊,它也是数组 只不过它的类型不一样 那其实相当于是,比如说 谷歌出了这样一个安卓的操作系统,对吧 那其他的这些产商去做的时候 比如说这个小米变成了MIUI的操作系统 然后呢,三星又变成自己操作系统 但实质都是什么 是不是都是安卓吧 那所以我们这个张量里面 我们说了tuncevlog它依赖的是什么呀 tuncevlog依赖的就是numpy吧 tuncevlog它呢,是依赖的numpy的 比如说没有numpy,你tuncevlog也是干不了事情的,对吧 tn啊 那所以我们这里面的数据类型 其实最原始也是ndary 但是呢,tuncevlog毕竟它是一个框架,对吧 它总能说我这个框架里面的东西都是别人的东西 所以它要分装一下 比如说它把这个numpy ndary分装成什么啊 一个tunce类型 也就是说就是一个类型不一样的 就是类型一样 其实数据的什么0维,1维,2维,3维 是不是一样的啊 那这个地方你就能理解这个粘量是什么东西了吧 其实它就是我们的数据,对吧 只是把名字改了,叫粘量 然后这个粘量的话,对吧 它呢,也是有矩阵运算 但是呢,我们矩阵运算也是通过其他的一些API去实现 那我们numpy里面是不是通过一个什么np.dot 是不是就实现矩阵运算了吧 np.dot 是不是这个东西实现矩阵运算吧 好,当然我们前面说了 CycleLearn里面的各种运算我们都没有体验过 因为它是不是这个API已经封装的非常好,对吧 你没有办法自己去实现运算 那后面我们就会自己去运算了 那这就是粘量的一个介绍 那么我们要讲什么呢 粘量的一个接和数据类型 因为你既然有数据,肯定有数据类型嘛 对吧,那还有粘量的一些操作 粘量操作就跟我们numpy里面的这些ndarray操作是差不多的 这里所以我们就简单的介绍了 好,那粘量的接和数据类型 我们来看一下 粘量,它是sensorflow里面基本的一种数据格式 它是在一些OP里面存在的 能力叫啊,在OP里面存在 是一个类型化的NV的数据 类型化的NV的数据 类型叫什么呢 tensor,就我们打印出来那个数据的类型 它有打印出来这个tensor 它有三部分 名字形状和数据类型 那我们来看一下 打印出来是不是有三个部分 看到这个tensor 一个是名字 一个是形状 一个是数据类型嘛 那名字是什么呢 我们写一下 这个名字啊 就前面第一个部分啊 第一个部分是什么啊 就是你的OP的类型 不同的OP类型它显示在这个地方呢不一样 一干一干二来区别 第二个呢就是你粘量的形状了 那我们说这个我们这里啊 在tensorflow里面粘量的形状是非常重要的 粘量的形状 粘量的形状 注意的啊 这个地方是粘量的形状 放到这里 这里呢 OP类型放这里 粘量的形状 那你就0为1为2为 最后一个类型 就是在这个地方 类型 对吧 好 那么这就是一个打印时候 一个tensor 它该显示的一个内容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针对各部分内容来看 首先看形状 一样的 跟我们数字一样的 0为1为2为3为4为 只不过我们把这里呢 它的维度称之为什么 阶 啊 这里又改了一下名词 对吧 只是名词又改了啊 阶 0阶 1阶 2阶 3阶 4阶 那为什么这里是阶呢 其实这个阶的这个词啊 它是一个专业名词在数学当中用的比较多 所以tensorflow呢 它为了体现这样的一个 对吧 跟数学 跟粘边一点 它把这名词呢 都不用维度去做替代了 而用阶去替代 就0阶 1阶 2阶 3阶 就等于0为1为2为3为 那这里面举着例子 0为是什么 1为是什么 2为是什么 3为是什么 我们就不说了啊 这以前面已经说过了 接着我们来看一下它的数据类型 那么在tensorflow当中 数据类型其实有很多很多的 比如说这什么 哎 float double int等等等等 包括下面 他又给了三个这种类型 看一下 这几种类型 那么包括什么付出类型啊 这样我们一般啊 用不到啊 我们自己计算的时候 用不到这种类型 然后还有用于量化 ops的三招为是 比如说他专门提供了这样一个数据类型 给比如说金融上面的这些量化的交易 对吧 去提供 好 那么这个这类型啊 在我们这个什么图像识别啊 对吧 资源处理啊 用不到呢 用不到 所以呢 我们不用关注这些类型就行了 我们关注呢 就前面这些啊 不好 其实也用得到 那前面有些什么 vd32 vd64 印的64 印的32 印的16 印的8 还有右印的8 那这里面呢 他每个地方是吧 这个数字不一样 意味着什么 就是意味着它的精度不一样 注意了 你的vd32 vd6464 什么印的64 印的64 是什么 就是精度 什么是精度不一样 就是说 我这一个数字 我用多少位去替代了 能理解吗 比如说这里 我一个浮点前 我用32位去替代 32位 对吧 32位个字节去替代 那这样的话 那我的这样的一个精度 是不是很高 如果说64 诶 我是不是就64位去替代 一个这样的数字 但是注意了 tonsflow当中 其实flow的64 是没有实际的 为什么呢 他不会给你一个数字 给你占这么多 内存空间 能理解吗 他不会为了说这个提高精度 他给你这么多空间 默认 你单使用是flow64 比如说啊 你定义的一个粘量 这个粘量的类型是什么呢 flow64 但是其实它里面的数据的位数 只有多少 flow的32 能理解吗 所以我们一般 只常用flow的32就行了 flow64 其实在tonsflow 当中没有实际 那其他的对吧 印的64也一样的 所以我们最常用的 也是什么 印的32 这里再看一下啊 最常用也是 印的32 好 那还有其他的对吧 印的8 印的16呢 这个 他的这个什么呢 位数太低了 一般我们有存储啊 等等 都会用这些 但是计算 计算存储是不一样的 所以还有一个 用印的8 这个我们后面再说了啊 现在只介绍一些基本的一些类型 他用哪些东西 对吧 你的印的类型是什么 符合类型是什么 对吧 还有你的string类型啊 这就跟我们编程语言都已经差不多了 对吧 你这个粘链里面如果都是字符串 怎么办 是不是也有可能是字符串类型吗 他就是string类型 好 这个就是我们的粘链的数据类型 简单介绍也就行了 那这种类型对吧 在后面我们都会用到的 那么具体每个类型到底怎么用 对吧 啊 我们会结合具体场景去说 哎 计算的时候我们该用什么类型 那接着我们来看一下 它是一个粘量 它是其实是有属性的 那这个属性呢 它会有很多 比如说这个粘量的所在的图 是不是就是你这个op里面这个值 比如说这个sum 还有ab 它所在哪一个图 是不是可以打印出来 哎 这个东西我们可以打印出来 graph 还有什么呢 粘量的操作名 粘量的字符串描述 粘量的形状啊 这个我们就打印看一下就行了 对吧 形状这些词你都理解是什么意思 那我们来看一下 比如说啊 在这里 我打印一下 哎 啊 我现在就不 不打印其他的东西了 打印一下A的graph 好 那然后呢 我再用一个分割符来分割一下 好 然后再来 这地方我要打印什么呢 打印A的形状 shape 对了 shape 当然我再打印其他的一些形状吧 因为这个形状 哎 print 啊下啊 print 一下我们的比如说这个这个 这个 plt 吧 plt 啊 plt 点 是 然后啊 我们继续 print 一下 我们拿一个东西隔开一下 写这个print 总是这个手指有一个人手指比另外一个手指快 好 那然后再来打印一下 a 里面的 我们还有什么呢 name op 对吧 name和op name啊 还有我们的这个op 我们呢 把也把这个 分割开 来看一下 它都代表什么意思就行了 a 点 op 好 现在我们就打印这些对吧 好 这个运行呢 我也不运行了 直接就看最后的结果 来看一下 首先我们打印的是什么 是不是你的graph吧 所以呢 出来一个graph 也说你 a 在哪张图中 对吧 这个我们可以看到 然后打印的是 a 点 shape 和 plt 吧 a 点 shape 是什么 哎 一个这个符号 然后 a 这个 plt 点 shape 是什么 好 那所以在这里 我们一定要 一定要这个确定了 形状 它怎么去表示的 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形状啊 它的形状怎么去表示 对吧 打印出来了 等一下我们再说啊 第二个继续 我们再往下 a 点 name 是不是 a 点 name 是什么 是不是你这个op的操作名字吧 这个op是什么 是不是一个const op啊 哎 它的数据类型是一个操作吧 好 那接着我们下 它的这个op 对吧 这个 name啊 只是op的name 那么这个op呢 就代表你这个op里面有哪一些东西 哎 这个op就包含很多了 你的name指定了 op名字也是了 你的属性类型啊等等啊 还有你的这个形状 它的这个值是什么 当然这个只是给你看一下 我们用不到 对吧 我们用不到 你获取形状是不是一个shape就获取了 你获取值是不是直接run一下就获取了吗 你还没没必要获取这个op里面的东西吧 对吧 看一下就行了啊 好 那么我们重点要讲一下这个形状 刚才说的这个形状刚才打印出来 我们确定一下 好 我们在这里写一下 在这个结束写一下啊 结束写一下 形状 在tensorflow当中 我们打印出来这些形状 你要可以看得懂 对吧 那么形状表示呢 形状打印出来啊 注意是打印出来的形状表示 如果是一维的那他应是零维的他应该是怎么表示的 来零维 零维怎么表示了看一下我们刚才A是不是零维的是不是具体一个数字了A是不是一个零维的哎他打印出来是什么 哎是不是这个空啊好那以后你见到啊打印出来一个东西或者空或者在他表示的时候这样的一个符号你要知道他是什么形状零维的那接下来一维 一维的是不是这个不是吧哎一维的应该是什么一个括号一个括号给你具体一个数字吧五说明你有五个数字了好那这是一维二维那就简单了对吧 注意啊这是打印出来了二维他应该是一个打印的像一个圆祖一样然后确定你是几行几列吧五行六点如果没有固定哪一个地方没有固定他某个地方就标为 问号记住啊没有固定就标为问号也说你这个数据哎他的行没有固定好然后再给你一个三维 三维哎我们没有写对吧没有写等一下我们打印一下这什么是三维呢其实非常简单比如说我定了一个 两行三呃两个三个三行四列那我们来看一下那你这个地方我要打印他对吧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结果 看一下结果是什么是不是就是二三四啊好我们填进去的啊不是一个圆祖啊是一个列表啊形状填一个列表那三维就其实非常简单比如说二三四那这个怎么理解啊 是两张三行四列的表吧能理解吧两张三个四列表到后面我们还有会接触到四维的数据哎那这四维代表什么呢后面我会说的对吧这个你要理解了他就是两张三行四列的表是吧你这个数据就一共有24个数据吧分别在两张表里面好那这就是形状好形状讲完了接下来我们重点就是这个形状了 因为我们在这个南派呀或者说在计算的时候是不是最重要的就是形状的一些东西吧这个形状是非常重要的对吧接下来我们就要一些形状方面的一些介绍了形状的一些概念 那首先啊这个形状是不是就是你这个数据是怎么去表示的吧另外一位二位那这我们不多说了那现在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形状看到这张图 这里给了一张图片对吧给了一张图片那么我想表达的意思是什么呢有时候你是需要干嘛做一些形状的改变吧 是不是有一些形状的改变啊那比方说啊别人提供给你的数据他都是一个什么啊比如说他提供了一个图片啊假如说一个图片常管多少比如他特征啊有一千个特征啊现在一万个特征嘛假如说他有一万个特征他就提供了一个什么这样的一个形式给你是不是就是一个一维的吧对吧一个一维的那一维的数据假如说现在后面呢我们很多APL他不认这个东西他要认什么呢他要认什么呢 认识一些三维四维的数据比如说你要指定一下这张图片的长宽多少等等那是不是你填这样的数据进去不行吗是不是不行啊那不行怎么办你只能去进行干嘛形状的改变 所以说形状的改变在我们后面是经常遇到也说明天我们再读取数据的好这些形状改变是你最需要去处理的那这些处理的方式就是形状的一些改变你要改变成比如说把它改成一个二维的对吧他的长宽和宽多少呢都是一百是这次用三维就把这个数据改从一维的改成二维的吧哎那如果说有些数据不固定你也是需要去固定他的一个形状的 所以说形状的改变在我们在做这个深度学习的时候是经常用到的那这个形状改变其实跟我们的南派当中形状改变是差不多的南派当中你们形状改变提供了什么东西啊还有别的吗没有了吧就这样一个receive对吧好那这个receive呢其实它是有非常大的一个特点那接着我们先来结合tensorflow当中的形状改变 它分成两种东西叫什么呢动态形状和静态形状那这个动态和形状和静态形状我直接先说一下这个结果是什么呢动态形状和静态形状的一个区别啊注意了啊我们都把它当作是一个改变形状的一个过程啊动态形状改变的过程静态形状改变过程 它最重要的区别是什么呢在于有没有生成一个 生成在改变的时候有没有生成一个新的粘量数据 能理解这句话什么意思吗 比如说在南派里面比如说你对于某一个数组啊 receive了一下把它的这个原来是一位的 receive的一个二位的那你是不是新生成了一个数字啊 是不是新生成了一个粘量 那这个粘量跟原来粘量是一样的吗 在南派当中一不一样 不需要接受 所以在南派当中是什么 哎就是把原来把原来的数据改改了吧 把原来的数据通过这个receive直接收改 那在tuncerflow当中呢 他没有这么粗糙 他定义的非常细 他又说他分为两种一种静态一种动态 也说如果你生成了一个新的粘量 那我称之为什么动态形状就修改了 那如果没有生成呢 哎我就成为静态形状 好那这个东西代表什么意思呢 我们先来看一下简单第一二 动态形静态形状就是穿建了一个粘量对吧 你穿建了一个粘量 然后呢你出生状态的形状是某个形状 问号呀或者是一维二维都不定了 那我可以通过get a shape去获取 然后可以通过什么set a shape 注意了啊 set a shape是设置静态形状了 更新tuncer对象的静态形状 那这个地方我们先不看啊 这个地方造成干扰 就是更新你的这个什么静态形状 那就是更新它本身的形状 那看一下动态形状是什么 描述了原始专量在执行过程中的一种形状动态变化 也就是说这种形状使用reshape 注意了这里的reshape跟南派的reshape的效果是不一样的 这里的reshape是创建一个新的不同的粘量 那能理解这意思了吧 一个是创建一个是改你本身吧 是不是改你本身 一个是创建一个新的了 好 那要注意了 在改变形状的时候 puncerflow并不是说任意修改 你就去修改对吧 比如说在这里一万改成两位 好我就用一个set a shape 就用一个reshape就修改 就能改了 不能 它是有些规定的 那这些规定是什么呢 这些规定是需要你必须得记住的 因为在后面我们会最经常用到的就是形状的改变 那形状改变会涉及到这些东西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对吧 形状里面有一个静态形状 静态形状和动态形状 这个是我们在做一些图片啊 这些数据的操作的时候最经常用到 那首先我们来对静态形状来说 刚才说了静态形状是不是本身你自己形状通过set a shape设定吗 好 比方说我现在tf点 注意了 我定一个placeholder placeholder 然后呢 我定一个tf点float 然后说了数据 我一般的我先就用float三号 我定一个数据 好 我现在形状不固定 n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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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定了一个plt 好 那么这个形状是不是固定的 那 本身它不固定 对吧 但是呢 我是不是想实时去获取 比如说这个数据 但是啊 有一次 我想要去固定这个形状 我去提供数据 固定形状了 那我可以干嘛 去使用近代形状去设定吗 好 plt点 注意了 这个set shape 是对近代形状 它是设定本身的啊 这你原来本身是什么 设定什么 tensor tensor下面的set shape 这里是tf点reserve 注意了 一个是tensor的 那这里面应该是plt点 set shape吧 那么这里set shape 非常简单 你只要传进去什么呢 看一下 我们进去看一下啊 其实你只要传一个shape 进去就行了吧 对吧 你只要传一个shape 好 我传一个 比如说传一个 三行连的呀 那么这里面有一部分固定 你能把它改掉吗 不能 注意了啊 所以不固定的时候 我们可以改 好 接着来我们看一下plt plt原来是什么样子的 现在又是什么样子的 plt 好 V字tf点三讲了 先开个啊 先开个 tf点session 注意了 session大起来 sess 一般我们都减减成s 啊 pss 现在我没干净什么事情 我们直接打印这两个形状 上面上面这也没啊 这边没有做事 把这边 好 我们再来运行 看到结果 你的plt原本是什么 问号 现在变成了啊 三啊 所以你现在 实际上固定了 那你现在填数据 或者说填中数据 是必须得三行两件吧 那么这个 同学问了 你既然目的就是为了问候 对吧 你为什么还要给他设置形状呢 这个 我们如果说读取别的数据的时候 在读取数据的时候 有一个特点 是什么 他读取数据的时候 你是不知道形状 你就把数据读过来 形状是不固定的 那你是不是现在要需要把数据固定一下吧 哎 所以你是要用在这个地方 对吧 所以 这个地方我们设置形状 要注意了 哎 你这样去设置 好 那么现在我们再来做一个测试 比方说我现在设置了一次 对吧 我还想再次设置一下 你说你形状已经固定了 对吧 我再次设置一下 对吧 我再来设计 比如说我把它设置成四行两列 好 我们再来看一下结果 能不能设置了 不能设置了 Shape 3 2 边4 不匹别 是不是这里不匹别 所以说形状一旦啊 一旦对静态形状来说啊 对于动态形状肯定是可以的 让我们现在先对静态形状 对于静态形状来说 一旦你的这个粘量形状固定了 你还能不能去 就所有的形状都固定了 还能不能去修改啊 就不能再次设置 静态形状了 好 这一点是需要注意的啊 不能再次设置了 你再来设置肯定是错了 那如果说它形状已经固定了 对吧 但是我现在要求的这个形状呢 比如说它是一个三行两连 我现在要变成一个两行三连 是不是也不能设置了 那怎么办 你就可以通过动态形状就会了 动态形状是不是生成一个新的粘量 跟你原来没关系吧 是吧 那我们要做的话 我就可以说动态形状 动态形状可以去创建 去创建一个新的粘量 跟你原来没关系 你原来形状我不改 是不改对吧 我把你这个数据拿来 我创建了一个新的数据 但是这个数据形状跟你不一样吧 但数据还是一样的吧 好 比方说在这里不能再次修改了 对吧 不能 不能再次修改了 对吧 那我要干嘛呢 我通过把这注视点啊 把这注视点 tf.reshape 注意了这里跟我的numpad的reshape是不一样的 numpad是不创建新的粘量了 它是创建新的粘量 所以有返回直到 reshape怎么用呢 我想去看一下 直接你对哪一个要改 对哪一个要创建新的 是不是改 把形状也指定一下就行了吗 好 我要对哪一个 就是plt啊 然后干嘛 转换一下形状吧 形状提供 好 它是三含两列 我可以比方说我某个地方要求是两含三列 我可以啊 好 reshape 现在返回一个新的 比如说叫plt干reshape 好 这个reshape跟plt是一个东西吗 不是 那我们可以通过打印出来 可以看啊 plt点reshape 后的这里的类型啊 它不是通过其他的看 而是通过op的名字吧 所以你只要做了一个op 是不是所有的粘量基本都不一样了吗 对吧 你看啊 你现在变成什么 一个reshape 这两个东西还是一个不是一个了 它的形状是两含三列 它是三含两列 这也说内存已经分配了两段内存去存储了吧 不会去做这样两个东西了 你修改 它的值 它的值变不变 不变了 好 那要注意到 那么这是动态形状修改 假如说动态形状修改 一定也要注意一个问题 是什么呢 假如说我现在改成三含三列 可不可以啊 他给我报错了吧 也就是说你动态形状修改 你原来只有六个元素 现在变成了九个元素 那多出来 多余了三个元素哪里来 是不是就错了 对吧 你本身图片就一千个特征 你编一下形状就变成一万个特征了 不可能 对吧 所以你改变形状 一定要注意什么 你里面的数据的亮一点比方 对吧 改变 动态形状改变时候 一定要注意 数 或者说注意你们的这个元素吧 元素数量要匹配 要匹配 如果你元素数量不匹配 你多留了三个 或者少出去的三个 那怎么算 对吧 你肯定不知道了 对吧 好 那这就是静态形状动态形状 但是对于静态形状来说 他并不说 你固定了 假如说 你现在是这个一个 闹 对吧 那如果说你现在是不固定的 是不固定的 是一个闹 吧 他是一个闹 那如果说你把它改成三维 你能改吧 他是不固定啊 对吧 我没有设置固定的了 你不固定 我给他设置一个三二再加一个一 三个两行一列的这样一个东西 能改吧 那比方说我们现在以别的举例子 好 我就这狼这个吧 我们现在设置什么形状 设置一个三行两行一列 对吧 好 我们来运行 直接来运行 这后面我们都不用管了 直接来运行一下 干嘛 是不是也报错了吧 原因是什么 静态形状啊 你没法去做这种去修改 你想要去改形状 比如说一维到二维 一维到三维 二维到三维 三维到二维 怎么办 只能修通过动态修改 能记住啊 所以记住啊 也就是说你不能不能跨这个什么维度去修改了 不能跨维度修改 所以你只要记住这几个论就行了 一段形状固定了 你不能再次试着进了时间 那怎么修改 动态形状去修改 那动态形状修改 那你要注意匀速数量匹配 然后静态形状的时候 你不能随意修改 你只能从一维到一维 二维到二维 三维到三维 能理解吧 那这个我们可以用一个数字 比较 二D到二D 这个D呢 我们就理解成是一个张量的意思 结束啊 那你也是只能从一D到什么 一D能理解吧 它就可以一正一了 你一D到二D对吧 可以对吧 你一D到什么三D都可以啊 都可以ND对吧 但是一定要注意点 你不管任何形状改变 元素数量一定要匹配 能理解吧 你一千个转到二维 元素数量匹配 一千个转到三维 元素数量也要匹配 能理解吧 这就是静态形状 与动态形状 非常重要啊 这是重点 非常重要 因为后面呢 所有的元素的操作 最经常用的 就是迎这个形状的一个改变 因为很多API里面啊 要求是不一样的 它要求的 有的要求是四维的形状 有的要求是三维的形状 你就涉及到 把这个元素形状一改吧 这样一修改的时候 那你就要涉及到 静态形状动态形状 那这个地方呢 也给了大家这些这个要点 对吧 静态形状和动态形状修改的时候呢 要注意到这几点 好 那我们上午就先讲到这里